汤房这个词我刚到香港有误解 我以为是屠宰 我以为是屠宰房 香港有这么多屠宰房 那你说他为什么叫 左边左当右刀 汤就是广东话汤就是切 切开嘛 你一个房间我把它切成几个房间出来 所以你有这样的联想也正常 对那就像是切掉人的隐私 切掉人的尊严 人家联合国现在都说了 谴责呀 就香港的这种最恶劣的居住环境 二十万人是住在这种 汤房 汤房里面就是说 这是侵犯 就是说有伤人权尊严的 你可以看看 这就是香港的汤房吗 这是连租房 这是连租房 你再往下看 这叫农民 这个是农民 专门拍过电影的 农民嘛叫农民嘛 就是你再看下边 这是汤房吗 这是一种汤房了 我现在比这个强点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 这是过这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 当年的九龙城寨 现在已经拆掉了 对 九龙城寨 你这是一个 在游戏里都见到的场景 对 它现在 你知道这个贫民窟啊 现在也成了一种 文艺画的东西 没错 就是日本的很多游戏里边 包括你现在看的很多电影啊 都拿九龙 当年香港的九龙城寨 当成一个模板 就是 哎呦这个地方啊 我真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地方啊 它就是当年呢 就等于这个英国警察 就是香港殖民时代 英国警察都不进去 它这一块 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呢 它是符合清朝管的 它是个非地 对 对 名义上讲大清朝 还要管着它 所以实际上就是个九反之地 就没有人管 而且里边这个 这个伪装 那就那就没有合章的 人家就是符合清朝的法律 你知道就是这个里头 他们说很多小孩 就包括甚至说周星驰 他们什么当年 都有这种生活经验 你大白天在里面呢 是开路灯的 是黑夜 就他这个秘密层层的伪剑呢 然后他到处滴的水 但是这个里边自称生态 这个里边有工厂 有医生 还出产产品 有妓女 有这个种种的企业 小的厂家企业 而且还有一种 因为他们只有自助 只有互助 互助组织 里边还有黑道 哎呦 是那么一个 还可以吸毒 这世界很苦